一口气看完北洋军阀十大巨头的一生 一、北洋军阀领袖袁世凯的一生 1859年 袁世凯出生于河南相城的一个名门望谷之家 他的叔祖袁甲三 曾参与镇压太平军和缅军起义 官至曹运总公 他的生父袁宝中是像呈现的地主豪身 1874年 袁世凯的叔父 时任刑部侍郎的袁宝鹏 命袁世凯赴北京读书 1876年 袁世凯参加科举考试 但却名落孙山 同年 1879年 袁世凯再次参加科举 但仍名落孙山 他一怒之下 把诗文复之一句 并非然说到 大丈夫当孝命将场 班内攘外 1881年 袁世凯投靠了 养父袁宝庆的结拜兄弟 怀军名将吴长庆 1882年 朝鲜爆发 人武兵变 朝鲜随即将 宗主国清朝起源 于是 袁世凯随吴长庆 东渡朝鲜平乱 此战 袁世凯奋不顾身 带头冲杀在前 兵变很快被停定 战后 袁世凯因公 驻防朝鲜 并协助朝鲜 训练新军 1884年 朝鲜开化党领袖 金玉军 为了脱离 清朝控制 便联合日本 发动假身政变 金玉军率兵 奔入朝鲜王宫 控制了国王李希 袁世凯选及指挥清军 击退日军 停定政变 袁世凯在朝鲜的12年间 有效的遏制了 日本和沙俄 对朝鲜的渗透 并左右朝鲜政局 俨然成为朝鲜的 太上皇 1894年 朝鲜爆发 东学党起义 袁世凯暗示朝鲜国王 向清廷起源 清廷随敌 派兵支援 而蓄谋已久的日本 也借机出兵朝鲜 甲午战争 随之爆发 在战争爆发前 袁世凯化装成平民 逃回国内 1895年 甲午战争 清军战败后 清军的腐化懦弱 完全暴露 于是 袁世凯草拟了 同年 袁世凯正式入主 天津小战 开始用西法编练 中国守之新式陆军 即日后的北洋新军 1898年 光绪帝重用康有为等人 实行维新变法 而袁世凯也积极 为维新变法奔走 并加入了 康有为发起的强学会 但变法遭到了 慈禧太后的反对 于是 康有为等人 决定挺而走险 劫持慈禧太后 而这一任务 被康有为委托在 袁世凯身上 袁世凯表面上答应 随即便向慈禧宠臣荣禄告密 同年 慈禧太后和荣禄等人 发动戊戌政变 结果 光绪帝被囚 戊戌六君子被杀 1899年 由于袁世凯告密 获得了慈禧的信任 随之被升任为山东巡抚 当时 山东爆发 义和团运动 袁世凯到任后 全力镇压义和团 使其在山东 无法立足 逃往天津 北京一带 而慈禧太后 却想利用义和团 来对付洋人 最终引发了 八国联军侵华战争 1900年 八国联军攻入北京 慈禧太后西陶 而山东 在袁世凯治理下 加入东南护宝 使山东免遭霍乱 1901年 李鸿章去世后 袁世凯升任为 直立总督 兼北洋大臣 一跃成为 中外瞩目的 实力人物 1908年 慈禧太后和光绪帝驾崩 三岁的溥仪即位 由其赋在封 坚国设政 同年 赛峰为了除去袁世凯 以其足迹为由 命他回击养病 从此 袁世凯过起了 不闲垂掉的生活 但他仍韬光养晦 等待时机出山 1911年 武昌起义爆发 赛峰派殷昌 率北洋军南下镇压 但袁世凯暗中 控制北洋军 致使殷昌 指挥不灵 于是 赛峰被迫启用袁世凯 随后 袁世凯一面 奏请清庭 停止进攻 一面同南方革命党人议和 同年 孙中山回国后 被选举为中华民国临时大军 并发表声明 只要清帝退位 急举袁世凯做大总统 1912年 袁世凯逼迫清帝府一退位 同年 孙中山将临时大总统 让于袁世凯 1913年 袁世凯根据南北议和的协议 在全国实行选举 但国民党却在选举中获胜 而党首宋教人随即被刺杀 孙中山认为是 袁世凯所为 同年 袁世凯被选举为中华民国第一届 正式大总统 1915年 袁世凯与日本签署了 丧权辱国的21条 同年 袁世凯在英日帝国主义的支持下 宣布自称皇帝 改国号为中华帝国 史称红线帝制 但此举遭到了各方反对 随即引发了护国战争 1916年 蔡厄在云南 发动护国战争 讨伐袁 袁世凯 袁世凯派军迎击 但却接连受托 在内外交困下 袁世凯在做了83天皇帝后 不得不取消帝制 但护国军并没有停止军事行动 同年 袁世凯幽愤去世 终年57岁 二 北洋之虎段祺瑞的一生 1865年 段祺瑞出生于金安徽合肥市 他的爷爷段佩 是李鸿章手下的怀军将领 官至记名总兵 1885年 段祺瑞考入了李鸿章创办的北洋舞会学堂 1888年 段祺瑞以第一名的成绩 被李鸿章保送到德国留学 1895年 袁世凯在天津小战 训练新式陆军 回国后的段祺瑞 在殷昌的推荐下 担任代理总教系 从此 段祺瑞成为袁世凯的重要帮手 1901年 袁世凯将一女张佩恒 嫁与段祺瑞为继事 1902年 在袁世凯的保证下 段祺瑞出任 北洋军参谋处总办 全面主持编练北洋新军 1908年 在慈禧和光绪帝先后去世后 摄政王在风遇杀害 心腹之患袁世凯 但段祺瑞制造了假的兵电 致使在风不敢动手 1909年 摄政王在风以袁世凯足疾为由 命其回河南老家养兵 而段祺瑞 常赴河南与袁世凯秘移 1911年 武昌起义爆发后 在风因指挥不动北洋军 被迫启应袁世凯 袁世凯出山后 即令段祺瑞为胡广总督 率北洋军讨伐革命军 但段祺瑞并没有大举进攻革命军 而是与革命军秘密谈判 1912年 段祺瑞秉承袁世凯的意图 联名46名北洋高级将领 殿阻清帝退位 不久 龙玉太后在内外压力下 宣布清帝普遗退位 同年 袁世凯继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后 段祺瑞则出任陆军总长 1915年 袁世凯图谋称帝 段祺瑞得知后 5次前去劝队 结果3次被拒绝 两次吃了闭门羹 最后 段祺瑞被迫辞职 同年 袁世凯称帝 段祺瑞出于授袁世凯 几十年的知语之恩 虽未公开声讨 但绝不谈语 1916年 袁世凯称帝败死后 段祺瑞推举黎元洪出任 中华民国大总统 自己则出任国务总理 1917年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 段祺瑞主张对德国宣战 但遭到了黎元洪的反对 从而引发了府院之争 接着 张勋以调停府院之争为名 率兵进入北京 但张勋入京后 却拥立了溥仪复辟 总统黎元洪也被迫 流亡使馆区 同年 段祺瑞联合冯国张 将张勋击败赶走后 恢复共和 事后 冯国张出任总统 段祺瑞则担任总理 1918年 总统冯国张任期届满后 在选举第二届总统之际 段祺瑞和冯国张相持不下 最后 段祺瑞和冯国张约定 共同下议 1920年 直系军阀首领冯国张去世后 曹坤和吴佩孚 即其首领职位 二人为争夺北洋政府政权 联合奉系军阀张作霖 对段祺瑞为首的 晚祺军阀发动直晚战争 此战 晚祺军阀战败 段祺瑞被迫辞职 直系和奉系 共同控制了北洋政 1924年 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 此战 因直军第三军司令冯玉祥 镇前倒戈 致使直系军阀 吴佩孚和曹坤战败 战后 奉系张作霖与冯玉祥 共同控制了北洋政府 为了平衡双方关系 张作霖请段祺瑞出山 担任国家元首 1926年 英 美 法 日等八大帝国主义国家 向段祺瑞执政府提出 拆除大孤口国防设施 否则以武力解决的八国通敌 消息传出后 北京群众五千余人 在李大钊的主持下 在天安门集会抗议 要求拒绝八国通敌 而段祺瑞执政府竟下令开枪 并当场打死47人 伤150多人 酿成了震惊中外的318惨案 事后段祺瑞被逢玉祥 驱逐下台 逃入东郊民向法国使馆 后又退居天津日本租界 潜心活学 自好正道居士 1931年 918事变后 日本人胁迫段祺瑞 去东北组织傀儡政策 但遭到了段祺瑞的言辞拒绝 同时段祺瑞为避免日本人的要挟 举家牵制上海 并公开表明自己的抗日态度 1936年 段祺瑞在上海病逝 终年72岁 3 东北王张作霖的一生 1875年 张作霖出生于金辽宁海城市 其父张友才 以开小商铺为生 但他生性好赌 致使家贫 1887年 张作霖跟随 私塾先生杨景镇 上了三个月体 1888年 其父张友才被赌徒打死 13岁的张作霖 便与二哥前去报仇 结果 枪走火误伤人命 二哥被捕 张作霖则随母亲 逃至姥姥家就死 1892年 张作霖因赌博 欠钱不还 被债主绑在大树上毒打 而张作霖却毫无惧色 依然破口大骂 此时 当地地主赵湛元看到后 对张作霖心生敬佩 将其救下 后来赵湛元又把女儿赵春贵嫁给他 并在以后生下了张学良 1894年 甲午战争爆发 张作霖应目 投身清军 4年 甲午战争 清军战败 张作霖便离开部队 回到家乡 1896年 经结拜兄弟 冯德林介绍 张作霖加入了 土匪董大虎部 1898年 张作霖因打伤了 土土李氏 李氏便向县衙 状告张作霖通匪 县衙随即逮捕了张作霖 岳父赵湛元得之后 扑人到县衙 送礼求请 张作霖才得以释放 1900年 庚子国难爆发 沙俄趁机侵略东北 而圣经将军增齐 只身逃走 致使东北陷于瘫痪 于是张作霖在岳父的帮助下 成立保险队 并担任队长 负责附近几个村子的治安 1901年 普匪金兽山 勾结峨兵 偷袭张作霖 张作霖不敌 好往张景辉处 张景辉对张作霖一见一顾 就把自己的自卫团首领职务 让给张作霖 并对他言听计从 1902年 张作霖接受 清廷昭安 被任命为管带 1904年 日俄战争爆发 张作霖秉秉持着 谁给我好处 我就帮助谁的原则 先为俄军效力 后为日军效力 1907年 张作霖应激情 北首杜立三有功 被东三省总督徐世昌 升为奉天 前路巡访营统领 管辖马步武营 1908年 张作霖奉 徐世昌之命 驱逐了被俄国收买的 蒙匪陶克陶虎 事后 徐世昌将其兵力 扩充为七个营 达到3500人 1911年 武昌起义爆发 张作霖因镇压 革命党人有功 又兼任中路巡访营统领 统帅15个营的兵力 1912年 张作霖因又杀 革命党人张荣 得到清廷赏识 清廷受其为关外练兵大臣 兼奉天 巡访营总办 从此 张作霖掌握了奉天省的军政大权 1913年 袁世凯担任大总统后 在北京召见了 张作霖 并暗示他升官有望 1915年 张作霖派人秘密入京 试图运作担任奉天将军 结果 袁世凯任命 心腹断之贵为奉天巡暗示 同年 张作霖入京 觐见袁世凯 并表示支持他称帝 不久 袁世凯称帝 张作霖受封为二等子绝 并兼任奉天巡暗示 1916年 袁世凯去世后 林元洪继任大总统 张作霖被改任为奉天都军兼省长 1917年 张作霖借庆下 报贵清之首 兼并了黑龙江省 1919年 张作霖勾结日本吉林驻军制造了长春事件 驱逐了吉林都军孟威远夺取吉林省 自此 张作霖控制了东北三省 正式成为东北王 1920年 直挽战争爆发 张作霖命奉军帮助直系军阀的吴佩孔和曹昆 击败了晚系军阀段祺瑞 夺取北京政权 1922年 直挽战争结束后 直奉两系军阀 应对胜利果实 分赃不均 导致了第一次直奉战争 此战 张作霖战败退回关外 直系军阀完全控制了北京政权 1923年 在日本关东军支持下 张作霖宣布东北三省独立 并扩军备战 准备再次出关 1924年 张作霖发动第二次直奉战争 此战因直系军阀第三军司令冯玉祥 林镇倒戈回京后 发动北京政变 推翻了直系总统逃婚 导致了直军的战败 于是 张作霖控制了北京政权 1926年 蒋介石率国民革命军 发动北伐战争 同年 张作霖 孙传芳 延西山等 十五省军阀 组成安国军 抵抗国民革命军 并由张作霖担任 安国军总司令 1927年 张作霖在北京 下令绞杀 李大钊等20名革命党人 同年 在前线接连被国民革命军击败后 张作霖在北京 就任北洋军政府 陆海军大元帅 并重新组织力量 与国民革命军对抗 自此 张作霖成为国家最高统治者 1928年 蒋介石 冯玉祥 延西山等 国民革命军 对凤系军阀 发动全面进攻 凤军全线崩溃 损失惨重 北京陷入了三面包围之中 同年 张作霖 建大势已去 宣布退出北京 回东北 但在反凤途中 因张作霖抵制 日本在满猛 开矿 设厂 移民等要求 于是 当张作霖乘坐的专列 行驶至 黄姑屯车战时 被日本关东军 玉埋的炸药 炸成重伤 并于当日去世 享年53岁 四 少帅张学良的一生 1901年 张学良出生于辽宁安山市 是凤系军阀首领 张作霖的长子 1917年 张学良入张作霖的 军中补役 1919年 张学良入东三省 陆军讲武堂学习 并在校内结识了 战术教官郭松林 两人随之成为 望年之交 1920年 张学良以炮兵科 第一名的成绩毕业 出任团长 负责保卫张作霖的人身安全 并将教官郭松林 带至凤军 1922年 第一次直凤战争爆发 此战 凤军全线溃败 只有张学良与郭松林 指挥的东陆军 在山海关土地战取胜 打破了 吴佩孚突破山海关 直倒关东的计划 1924年 第二次直凤战争爆发 此战 张学良和郭松林 指挥的第三军 突破山海关 直倒北平 致使直军 全面溃败 直系首领吴佩孚 也成了张作霖首相 张作霖由此一战 夺取了中央政权 1925年 郭松林因对张作霖不满 便联络冯玉祥 一起反凤 此战 因冯玉祥出卖 以及遭到日本关东军袭击 致使郭松林战败被杀 1928年 张作霖被日本关东军炸伤去世后 张学良就任东三城保安总司令 开始统治东北 同年 张学良拒绝日本人的拉拢 果断宣布东北意志 服从以蒋介石为首的南京国民政府 张学良被蒋介石任命为国民革命军陆海空军副司令 奉军也改称为国民革命军东北军 1929年 张学良以内万罪 江阳宇平和常英怀枪决 同年 张学良取消苏联在东北的特权 准备以武力收回中东铁路主权 斯大林随即 命苏军向东北进攻 此战 东北军战败 张学良被迫同意 苏联在中东铁路的特权 1930年 汪精卫联合 严西山 冯玉祥 李宗仁对蒋介石发动中原大战 而手握重兵的张学良成为交战双方拉拢的对象 最终张学良出于维护国家统一 以及自身利益 做出了拥蒋入关的决定 帮助蒋介石取得中原大战的胜利 1931年 日本关东军阴谋发动918事变 而东北军应遵循张学良的言令没有抵抗 致使日军侵占了东北三省 1933年 日军又发动了热河战役 此战 由于东北军装备不良士气低落 仅仅12天热河全境沦陷 张学良在巨大的压力下宣布引咎辞职 同年 张学良乘船前往欧洲考察 并访问了法国 英国 德国 期间还会见的 意大利总理莫索里尼 1934年 张学良回国 被蒋介石任命为厄玉晚三省脚总副司令 1935年 张学良又兼任西北脚总副司令 此时 日本侵华急切 而蒋介石却一再坚持 让外币先安内的政策 同年 东北军在劳山战役 直罗阵战役中接连被红军击败 于是 蒋介石亲自前往西安督战 1936年 蒋介石背抵西安后 延令张学良进攻陕北的红军 张学良当面表示反对 并提出停止内战 一致抗日的要求 但遭到蒋介石的拒绝 两人大吵 于是 张学良经过多次劝戒无效 决定发动兵舰 同年 张学良与杨虎城 发动西安事变 东北军在华清池 活捉了蒋介石 最终蒋介石被迫接受 停止内战 连供抗日等六项主张 事后 张学良未表示负责 亲自送蒋介石回南京 但到达南京后 蒋介石被信弃义 将张学良扣留 从此 张学良开始了漫长的幽禁生涯 1937年 张学良被囚禁在 蒋介石的老家 浙江宁波 雪斗山 这是他被囚禁的第一站 1938年 张学良与杨虎城 被迁往贵州修文县 杨明洞囚禁 1946年 蒋介石在贵阳市会见张学良 同年 张学良被迁往台湾新竹县 1961年 张学良又被软禁在台北市 张学良后期信奉基督教 不闻窗外之事 1964年 蒋介石依照 一夫一妻规则 令张学良和于奉旨离婚 并和情妇赵四小姐结婚 1990年 在蒋介石和蒋经国去世 被囚禁50多年的 张学良全面恢复 人身自由 1995年 张学良离开台湾 侨居美国夏威夷 2001年 张学良在夏威夷定世 享年101岁 5 宝定王曹坤的一生 1862年 曹坤出生于天津堂姑 其父曹本生是一名造船工人 1872年 曹坤入私塾读书 1878年 曹坤因家境贫困 被迫退学 开始走街串巷的迈步为生 1882年 曹坤入李鸿章的怀军当兵 1885年 曹坤因刻苦训练 被选送到由李鸿章创办的天津武备学堂 1890年 曹坤以优异的成绩毕业后 前往宋庆的义军当少官 1894年 甲午战争爆发后 曹坤随军到朝鲜 参加队日作战 1895年 甲午战争清军坦败后 回国后的曹坤 被袁世凯选入天津小战训练新军 此后 曹坤在袁世凯的提起下 不断升迁 1911年 辛亥革命爆发后 曹坤奉袁世凯之命 率北洋军前往娘子关一带 镇压革命军 1915年 袁世凯图谋称帝时 曹坤多次上书袁世凯 请求复辟帝制 同年 袁世凯称帝后 曹坤被封为一等国 1916年 蔡厄因反对帝制 对袁世凯发动 护国战争 曹坤奉袁世凯之命 率军讨伐蔡厄 但却被蔡厄击败 同年 袁世凯病逝后 黎元宏出任大总统 但北洋政府政权 却被段祺瑞控制 于是 曹坤率谈部回京后 此时的曹坤 同时依附于黎元宏和段祺瑞 两方谁也不及愿 同年 张勋已调停 虎愿之争为由 率军进京拥立 训帝复离复辟 曹坤随即派代表参加 支持复辟 但复辟仅仅上演了12天 就被段祺瑞和冯国张击败 曹坤转而又 投靠了段祺瑞 并参与对张勋的讨伐 借着这次政治投机 曹坤渔翁得力 出任直立都军兼省长 1918年 张勋复辟被平息后 黎元宏下语 冯国张任大总统 段祺瑞仍担任总理 同年 冯国张和段祺瑞 又爆发新的补院之争 自此 北洋政府分化出 晚系军阀段祺瑞 和直系军阀冯国张 在冯段二人的对峙中 曹坤采取了 骑墙政策 游走于双方之间 同年 孙中山对段祺瑞发动 护法战争 段祺瑞随即以副总统一职 作为调 又使曹坤南下 进攻护法军 于是 曹坤派新赴吴佩孚南下作战 可是 段祺瑞并没有兑现 副总统之约 曹坤一怒之下 回到天津 1919年 直系军阀首领 冯国张病逝后 曹坤被奉为直系军阀首领 同年 曹坤与吴佩孚 联合奉系张作林 组成八省反断联盟 共同对付晚系段祺瑞 1920年 直晚战争爆发 此战 直奉联军大败晚军 段祺瑞被迫下意 战后 直奉两系军阀 共同控制了北洋政府 1922年 直奉两系军阀 阴奋赃护军 爆发了第一次直奉战争 此战 曹坤和吴佩孚 在西北军阀 冯玉祥的支援下 击败了凤几张作林 战后 曹坤和吴佩孚 排挤冯玉祥 独霸北洋政府 同年 曹坤又将大总统徐世昌逼退 宁元任大总统黎元洪副委 成为自己的傀儡 1923年 曹坤直使其党羽 把大总统黎元洪逼下台后 又在总统选举预选会上 以五千元一张的许票 会选当上了大总统 只称曹坤为会选总统 但此举遭到了奉系张作林的痛斥 1924年 张作林发动第二次直奉战争 此战直系第三军司令冯玉祥 在两军交战的紧要关头 镇前倒戈回京 发动北京政变 将会选总统曹坤 软禁于中南海严庆楼 致使前线的吴佩孚战败逃走 战后 彭玉祥和张作林 控制了北洋政府 二人推举段祺瑞出任国家元首 1926年 彭玉祥受到段祺瑞和张作林的排体下以后 其部下陆忠林发动兵变 将段祺瑞驱逐下台 同时陆忠林还释放了被软禁的曹坤 曹坤获释后 到河南投靠了老护下吴佩孚 1927年 蒋介石率北伐军进攻河南 胡佩孚战败逃走 曹坤也离开河南回到天津 此后 曹坤在天津长期从事 实业和房地产 1931年 918事变后 日军极力拉拢曹坤 出山担任委职 年迈的曹坤 在刘夫人的劝导下 历史宁可和西州 也不给日本人办事 保住了晚节 1938年 曹坤因肺炎 在天津病逝 终年76岁 6 狗肉将军张宗昌的一生 1881年 穷的叮当响 1897年 山东一带发生灾荒 走投无路的张宗昌 被迫逃荒到东北 在东北流荡期间 张宗昌经常与爬首 胡匪为伍 1899年 山俄在东北修筑 中东铁路 张宗昌应招到中东铁路 当驻落宫 在这期间 张宗昌凭借着身材高大 勇于干重火 为人也很仗义 并还学会了德语 所以 华人在那里的大小事情 都会找他 连俄国人也让他三分 1904年 日俄战争爆发后 张宗昌被招为翻译 并在俄军的支持下 张宗昌组织起一支队伍 负责袭击日军的后方 1905年 日俄战争俄国战败后 张宗昌又前往西伯利亚淘金 并在金矿担任总工头 1911年 武昌起义爆发后 张宗昌惊人介绍 在海参崴时了 张希曼 胡金赵等革命党人 经二人宣传鼓动 张宗昌拉队伍回国 参加革命 并投靠了 山东民军都督胡英 不久 张宗昌又随军到上海 在陈其美部下 担任光复军团长 1913年 孙中山发动 讨伐袁世凯之役后 陈其美派张宗昌到徐州 防御袁世凯南下的北洋军 结果 张宗昌却在前线倒戈 投降北洋将领冯国张 从此 张宗昌成为直系一派 1917年 冯国张出任 中华民国代理大冯统后 张宗昌担任世卫武官长 1918年 孙中山对北洋军阀 发动护法战争后 张宗昌赴湖南参加 对孙中山南方军队的作战 结果大败而逃 1921年 张宗昌又奉命入江西 与江西都军陈光远交战 结果再次大败 所不已被解散 张宗昌被迫投靠了 奉起军阀张作霖 从此 张宗昌由直系转到奉起 1922年 吉林延辉镇首使高士斌 趁第一次直奉战争 张作霖战完 联合湖北卢永贵 进攻哈尔滨 张作霖随即派张宗昌 前往应战 此战 张宗昌并不确认的 将高士斌和卢永贵 击败俘虏 战后 张宗昌被张作霖任命为 吉林守随宁镇首使 1923年 俄国发生内战 白俄卫军拜逃到中国 大多都投靠了张宗昌 自此 张宗昌已有近外人马 1924年 张宗昌奉张作霖之命 参加第二次直奉战争 此战 奉系张作霖获胜 并控制了北洋政党 张宗昌也因公被任命为 宣府军第一军军长 驻扎在上海 同年 在张作霖的支持下 张宗昌出任山东省军武都办 1925年 张宗昌掌控山东后 恒征暴敛压榨百姓 从而被百姓称为狗肉将军 同年 青岛1.8万名沙场工人 因长期遭受日本资本家的压榨和虐待 发动大罢工 但遭到了张宗昌的血腥镇压 酿成了震惊中外的青岛惨案 1926年 蒋介石率国民革命军北伐北洋军阀 张作霖派张宗昌南下 抵抗国民革命军 结果张宗昌战败 率残部退回几岸 1927年 张作霖趁国民党内部凝汗分裂之际 派张宗昌率军进攻 国民革命军冯玉降步 此战 张宗昌用计逮捕了 国民革命军第八方面军 副总指挥郑金生 并不顾众幕僚劝阻 将郑金生枪杀 而这一杀 是张宗昌在五年之后 招来了杀身之祸 1928年 蒋介石率国民革命军 对凤系军阀张作霖 发动二次尾阀 此战 凤军战败 张宗昌被迫离开山东 撤入天津一带 同年 国民革命军逼近北京和天津 张作霖被迫离开北京回东北 但在回东北途中 张作霖被日军诈伤去世 张宗昌得之后 悲痛万分 手下虽然还有五万人马 但不知何去何从 他向张学良恳求入关 但张学良怕他入关后 取而代之 于是拒绝了张宗昌入关的请求 随后 国民革命军占领京津后 对张宗昌部发起进攻 张宗昌战败 被迫逃往日本 1931年 918事变爆发后 日后侵占东北 张学良的东北军被入关内 此时的张学良担心 张宗昌充当汉奸 便便摇他立即回国 次年 张宗昌回国暂居北京铁狮子胡同 1932年 张宗昌以扫墓为由 从北京来到济南 并受到了山东省主席韩复举的盛情款待 但韩复举发现 张宗昌阴谋重新占据山东 便决心将其除掉 同年 韩复举找到了 五年前被张宗昌杀害的 郑金生的儿子郑继成 在韩复举的帮助下 郑继成将杀户仇人张宗昌 将杀于济南火车站 终年51岁 七 东陵大道孙电英的一生 1889年 孙电英出生于金河南永城市 其父孙玉林 是乡间有名的地匹不赖 因与人斗殴 打人至死而入狱 后死于狱中 1896年 孙电英染上了天花 后来虽然活了下来 脸上却留下了密密麻麻的坑 人称孙大麻的 1897年 孙电英母亲节衣缩食的 送他去私塾读书 然而他却常语同学斗殴 有一次犯错 遭到老师的惩罚 孙电英一气之下 一把火烧了学堂 辍学回家 1910年 孙电英辍学后 开始闯上江湖 他广结流氓恶棍 开设赌鱼 亨骗鲜财 慢慢的积累了 一些财富和人脉 1913年 孙电英投靠了 玉西土匪张志工 不久 孙电英又随张志工 招安伟镇松军 在这期间 孙电英利用职务之变 挪用酷银来走私鸦片 谋取暴力 为了掩护范运鸦片 孙电英利用 在玉西颇有影响的 妙道会来发与鸦片 并很快成为 妙道会会首 1922年 胡佩胡率直系军队 进渡西后 下令所有烟馆 一律关闭 贩卖鸦片的头目 也一律捉拿归案 孙电英被迫带着 妙道会道徒 投靠了玉西镇首使丁香凌 丁香凌时分看中孙电英 任命他为副官 1924年 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后 职军将领丁香凌 奉命北上抵抗奉军 孙电英利用这个机会 独立山头 成为土匪 并搜罗教匪 货冲队伍 很快就有数千人 1925年 玉闪甘剿剿副总司令 韩玉昆 与国民军 补锦一步 爆发大战 孙电英部 随之被韩玉昆收编 不久 韩玉昆战败自杀 孙电英便帅部 流窜起山东 同年 孙电英来到山东后 被奉系军阀 张宗昌 收编为第五师师长 1927年 蒋介石率 战败 会退至河北马兰域 以待 1928年 蒋介石发动二次北法 此战 在奉系军阀张作霖 和张宗昌战败后 孙电英随即一起晕晨 被蒋介石收编为 国民军第十二军军长 驻防河北马兰域 同年 孙电英为了筹措军费 盗绝了河北青东陵中 慈禧和乾隆的陵墓 绝墓盗宝被发现后 轰动全部 孙电英为逃脱罪得 到处活动行贿 他托戴笠 将所到物品中 最为宝贵的九龙宝线 送给了蒋介石 将慈禧口中含的那颗宝珠 送给了宋美龄 并将价值五十万元的黄金 又送给了阎西山 此时的孙电英 已有两万多人马 深得阎西山的器重 最后 此案不了了之 孙电英逍遥法败 未受任何惩处 1930年 孙电英叛奖投言 随阎西山和彭玉祥 对蒋介石发动中原大战 结果 孙电英被蒋介石的军队击败 逃往黄河 同年 坐山光斧斗的张学良 率军入关支持蒋介石 致使彭玉祥和阎西山战败 孙电英随即用 投靠了张学良 被张学良改变为四十师师场 1933年 在918事变后 日军又向热河 发动进攻 孙电英奉张学良之命 率不持缘热河 此战 孙电英在吃风 阻击了日军七昼夜 最终战败撤退 但此战 为孙电英打出了影响力 是其一生的高光时刻 1937年 七七事变爆发后 孙电英担任 纪北保安司令 负责在河北 与日军作战 1943年 日军调集二十万兵力 扫荡太行山区 孙电英的皇帝 被日军四命包围 最后被包围的孙电英 率部投降日军 从此 孙电英当了汉先 并配合日军 多次和我军作战 1945年 日扣投降后 孙电英又向蒋介石投诚 摇身一变成为 国民党先前军 内战爆发后 孙电英率部驻皇汤音 积极的为蒋介石 打内战卖力 1947年 人民解放军进攻汤音 孙电英率部顽固巨手 但最终战败内 同年 孙电英在狱中定逝 终年58岁 八 山西王延西山的一生 1883年 延西山出生于 山西武台县 其父延书堂 以经商为生 1892年 延西山入私塾读书 1897年 延西山辍绝后 在父亲的吉庆长前部学习经商 并参与放债收息 及金融方面的投机 1900年 延西山因投机惨败 负债累累 父子二人被迫逃往太原躲债 1902年 在太原当店员的延西山 考上了山西武备学堂 1904年 延西山被清政府官费保送到日本流血 1905年 受反清思想影响 延西山在日本 加入了中国同盟会 并和孙中山制定了同盟会 南响北应的战略决策 从此 延西山登上了政治舞台 1909年 延西山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 回国后担任山西新军教练官 期间 延西山和同盟会会员 在山西秘密进行革命活动 并把山西新军的领导权 基本掌握在了同盟会手中 1911年 辛亥革命爆发后 延西山和同盟会会员 当即决定起义 起义军迅速攻入太原城内 并杀死山西巡抚陆中旗 成立军政府 延西山被推举为山西都督 同年 延西山派兵开赴石家庄 以牵制清军南下来支援武昌 为辛亥革命夺取最后的胜利 做出了巨大贡献 1912年 延西山因支持 延世凯建都北京 反对孙中山建都南京 从而被延世凯任命为山西都督 从此 延西山主管山西 1913年 延西山宣布脱离孙中山的国民党 并听从延世凯的命令 肆意打击 山西的国民党成员 1915年 延世凯图谋称帝 延西山得知后 多次劝他称帝 在延世凯称帝后 延西山被封为一等侯 1916年 延世凯逝世后 段祺瑞成为北洋政府的掌权者 延西山又开始 为段祺瑞 马首是瞻 1917年 段祺瑞让延西山兼任山西省长 从此 山西的军政大权 给予延西山一身 1918年 延西山掌控山西后 主张保镜安民 尽量不参与军阀混战 是山西出现了 社会安定 经济发展的局面 因此 山西获得了 模范省的称号 1926年 山西经过数年的 休养升息 延西山开始 窥策形势 刺激而动 同年 蒋介石率国民革命军 北伐北洋军阀 此时 双方都极力拉拢延西山 而延西山采取了 坐山观虎斗的态度 1927年 延西山看到蒋介石 击败北洋军阀的 吴佩孙传芳后 就任国民革命军 北方总司令 开始拥护国民党 1928年 延西山随蒋介石 对缝隙军阀张作霖 展开全面进攻 此战 延西山的第三集团军 攻入北京 接收天津 一举掌握了 禁忌查随 四省的军政大权 从此 延西山与蒋介石 黄玉祥 李宗人起名 成为雄聚华北的军阀 1930年 蒋介石为了确立 个人独裁统治 以裁军建设为由 力图边遣 黄玉祥 延西山 60万人 反蒋军投入 80万人 但在战争关键时刻 坐山观虎斗的张学良 通电雍蒋 派兵入关 致使反蒋军战外 延西山也被迫 宣布下野 逃亡大连 1931年 918事变后 全国人民一致对外 抗日救亡的呼声 日益高涨 蒋介石迫于无奈 不得不 捐弃前贤 与曾经的反对势力 言归于好 于是 延西山东山再起 被蒋介石任命为 太原绥靖公署主任 重新掌握 山西的军政大权 1937年 卢沟桥事变爆发后 延西山被国民政府 委任为第二战区司令长官 同年 日军占领平坚后 进军山西 延西山在新口会战 太原会战失败后 离开太原 南撤至临坟 1940年 延西山处于 对抗战前途的渺茫 于是派人 与日军代表接触 并于四年 与日军签订了 投敌的坟洋协定 1942年 随着太平洋战争的爆发 国际形势大变 日本的失败 只是时间问题 于是 延西山自动忽略了 与日军达成的坟洋协定 而蒋介石也担心 延西山投降 于是增加了 对他的支援 延西山得以周转在 各方之间捞好处 1945年 抗战胜利后 延西山迅速从日军手里 接收地盘 并改编委军为省防军 还留用日服万余人 作为他进行内战的资本 1946年 蒋介石撕毁停战协定 全面发动内战 而延西山也紧跟其后 向山西各地的八路军 展开进攻 1948年 随着前线接连的战败 太原逐渐被包围 延西山准备了数百平情话甲 是与太原共存亡 以蛊惑手下心腹卖命 但在私底下 延西山却将大批金银 运往上海 1949年 北平和平解放后 延西山见大事已去 便乘飞机逃往南京 同年 人民解放军攻克太原 延西山妹妹延惠卿的 四十余人自赏 自此 延西山在山西 执掌38年的政权结束 同年底 延西山又飞往台湾 1950年 延西山到达台湾后 蒋介石给了他两个虚职 从此 延西山退出政治舞台 1960年 延西山在台北病逝 中年77岁 九 岛哥将军冯玉祥的一生 1882年 冯玉祥出生于河北苍州 其父冯有茂 以做尼瓦将为生 后为了养家糊口 参加了李鸿章的怀军 1891年 冯玉祥入私塾独租 1896年 15岁的冯玉祥 在父亲的运作下 入宝定武营当兵 1902年 冯玉祥看到怀军默契沉沉 无所发展 便离开怀军 改投袁世凯的五位友军 1905年 冯玉祥因虚心好学 得到了袁世凯心腹 陆建章的器重 同年 陆建章将自己内侄女刘德珍 嫁给冯玉祥为妻 从此 冯玉祥在陆建章的提拔和帮助下 不断升迁 1911年 武昌起义爆发后 冯玉祥因受到革命思想的影响 参加了丸州起义 但起义在清军的镇压下失败 冯玉祥在陆建章的大救下 仅仅是免职两事 1912年 袁世凯命陆建章 组建左路被捕军 不嫌在家的冯玉祥 被陆建章任命为前营营长 1914年 冯玉祥随陆建章到陕西镇压 白狼起义军有功 随之被提拔为 第十六混城旅旅长 1917年 袁世凯去世后 宛西军阀首领段祺锐 控制了北洋政府 同年 孙中山对段祺锐发动护法战争 此战 冯玉祥奉段祺锐之命 进攻孙中山的护法军 但冯玉祥在陆建章的策动下 公开罢兵议和 此举随之遭到了段祺锐的记恨 此年 陆建章被诱杀 冯玉祥则被免职 1920年 直晚战争爆发 此战 段祺锐的晚戏战败 直系军阀曹昆和吴佩谷 控制了北洋政府 而从属于直系军阀的冯玉祥 被任命为陕西都军 从此 冯玉祥平生第一次 取得了一块大地盘 其军队因此被称为 西北军 1922年 第一次直奉战争爆发 此战 冯玉祥率军出陕西 援助之军 帮助陶昆和吴佩谷 击败奉袭张作霖 战后 冯玉祥被吴佩服任命为第三军司令 此战 冯玉祥阵前 倒戈回京 发动北京政变 将直系总统陶昆推翻 致使直军战败 期间 冯玉祥还派兵闯入紫禁城 将溥仪驱逐出宫 战后 冯玉祥和奉系张作霖 共同控制了北洋政府 为了平衡双方关系 二人拥立段祺锐出山 担任国家元首 1925年 冯玉祥因受到段祺锐和张作霖的排挤 被调认为西北边防督办 赴张家口就职 1926年 冯玉祥利用奉系军阀内部矛盾 与张作霖的部将郭松林 联合反凤 但因日军出兵原凤 致使郭松林兵败被杀 同年 张作霖在解决完郭松林后 对冯玉祥发动进攻 此战 冯玉祥战败 被迫通电下瘾 远赴苏联考察 1927年 蒋介石率北伐军 北伐北洋军阀 冯玉祥随即回国 并率西北军全体将士 加入国民党 配合蒋介石的北伐 此战 冯玉祥率部击败北洋军阀后 与北伐军会施中原 1928年 冯玉祥再与蒋介石结败为兄弟后 随蒋介石发动二次北伐 此战 张作霖战败出关 结果被日军炸死 不久 张学良宣布东北意志 自此 蒋介石在形势上统一全国 1930年 蒋介石在形势上完成统一后 开始腾出力量 吞并国民党内部军阀 为了抵抗蒋介石的吞并 严西山 冯玉祥 李宗人 联合对蒋介石发动中原大战 此战 因张学良出兵拥讲 致使联军战败 战后 冯玉祥通电下语 隐居于山西奔阳域 从此 冯玉祥的西北军瓦锦 失去了与蒋介石对抗的实力 1931年 918事变后 冯玉祥与旧部吉洪昌等 组织查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 同盟军虽然收复了多轮等四线 但中因孤立无援而失败 此后 冯玉祥隐居在泰山 1937年 抗战全面爆发后 冯玉祥因遭到蒋介石的排挤 得不到重用 但他仍奔走于各省 积极从事抗日救国活动 1945年 抗战胜利后 冯玉祥迫于形势 于次年赴美考察水利 1946年 全面内战爆发后 冯玉祥在美国公开抨击 蒋介石独裁政府的暴行 随后 蒋介石勒令冯玉祥回国 但遭到了冯玉祥的抵制 于是 蒋介石吊销了冯玉祥的护照 1948年 冯玉祥在苏联驻美大使 潘友辛的帮助下 回国参加新政协会议筹备工作 但途经乌克兰时 传上识活 冯玉祥不幸遇难 中年66岁 时 贵系首领李宗仁的一生 1891年 李宗仁出生于广西贵林市 其父李春荣 是当地一位颇具违心思想的书师 1908年 李宗仁考入了 由蔡厄任总办的广西陆军小学 1910年 李宗仁在广西陆军小学 加入了中国同盟会 1913年 李宗仁毕业后 担任南宁广西将校蒋习所教官 1916年 袁世凯称帝后 蔡厄在云南组织护国军 考华袁世凯 李宗仁投身护国军 担任第六军排长 参加护国战争 1920年 蔡厄去世后 李宗仁投靠了 救贵系军阀陆荣亭 并随陆荣亭 对越军陈炯明 发动越贵战争 此战 贵军战败 陆荣亭被迫流亡在外 而李宗仁择率千余人 在越贵边境的六万大山地区 自图发展 1923年 李宗仁与广州的孙中山建立联系 后经李己身 陈明书的介绍 加入了孙中山的国民党 1924年 李宗仁被孙中山任命为 广西陆军第一军军长 次年 李宗仁联合同乡白重启 黄绍红等部 将就贵系军阀陆荣亭 沈红英击败后 控制了广西全境 从此 李宗仁成为国民党的 新贵系军阀首领 1926年 孙中山去世后 蒋介石掌握了 国民党军事力量 广西的军队 随之被改编为 国民革命军第七军 由李宗仁任任军长 同年 李宗仁随蒋介石 对北洋军阀发动 北伐战争 此战 李宗仁率部转战 乡 饿 干 晚四省 战功捉住 1927年 李宗仁配合蒋介石 发动412反革命政变 同年 蒋介石应对 直系军阀孙传芳的 作战中大败 被李宗仁 白重启 和英勤等实力派 借故逼其下 1928年 蒋介石离弃妻妻妾 和宋美龄结婚后 重新上台 同年 蒋介石联合李宗仁 去世后 张学良宣布 东北一致 自此 蒋介石在形势上 完成了统一 1929年 蒋介石完成了 形势上的统一后 开始打击 国民党内部的新军阀 同年 以李宗仁 白重启为首的 贵系军阀 为了抵抗 蒋介石的吞并 发动蒋贵战争 此战 贵系战败 李宗仁逃回广西 1930年 李宗仁又随 冯玉祥 严西山 对蒋介石 发动中原大战 此战 李宗仁由广西 进军湖南 结果被蒋军击败 退回广西 1936年 李宗仁和白重启 又联合 月系军阀陈继堂 发动了反蒋的 两广事变 最后 经过各方调解 蒋介双方达成妥协 李宗仁被委任为 广西绥靖主任 1937年 抗战全面爆发后 李宗仁被任命为 第五战区司令长官 铸杰徐州 1938年 徐州会战爆发 此战 在李宗仁的指挥下 给予日军巨大的打击 尤其是在台尔庄战役中 取得了 歼灭日军两万余人的重大胜利 是李宗仁一生的辉煌顶点 同年 徐州失守后 李宗仁率不入恶 随后 李宗仁又参加指挥了 武汉会战 隋藻会战 玉南会战等战役 1945年 抗日战争胜利后 李宗仁改任 国民政府主席 北平行员主任 1946年 李宗仁支持蒋介石 蒋介石为总统 李宗仁为副总统 1949年 辽沈 淮海 平津三大战役结束后 国民党主力部队大步被监后 蒋介石被迫下意 于是 副总统李宗仁就任中华民国代总统 同年 李宗仁幻想通过和谈 来阻止人民解放军渡过长江 但最后又拒绝在国内和平协定上签走 于是 人民解放军横渡长江 攻占南京 此后 李宗仁退职会职 继续组织国民党军队进行晚抗 不久 白重袭指挥的会系部队被歼灭后 李宗仁在政治上 赖以生存的条件被摧毁 最后 李宗仁以旧意为名 飞往美国 开始了16年的流亡生涯 1956年 李宗仁在美国的十年间 先后五次 太诚思远到北京 为回归祖国做准备 1965年 李宗仁冲破重重险阻 经瑞士 中东 携旗回到祖国 1969年 李宗仁因肺炎 在北京世事 享年78岁